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说这个阳台特别适合吃烧烤 然后今天就来完成一下这个心愿 这还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吃烧烤 平时都是跟朋友同学一起吃的 呀 呀 马上就可以见到爸爸了哟 我已经最少有一年没有吃烧烤 坐在高处 然后看着风景 还有空气也特别好 能看到很广阔的视野 跟在那个烧烤店地下 外面吃烧烤完全不一样 超级爽 这时候如果有个人一起来喝酒 那就更烦了 已经吃饱了 还剩一些 当时产业慢慢就慢慢吃饱不及 有不少人问我 他说他们在找工作 问我有什么建议 有一些甚至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也不是做这一行的 然后他说他想转自媒体 问我有什么建议 我对于这种人呢 一般统一的回答就是 我无法给你建议 也给不了你建议 我不想误人子弟啊 我不能说鼓励你转这个行业 也不能说不让你转这个行业 真的是给不了一个回答 最多的呢 其实就是那些要实习的 然后还有干毕业准备找工作的 这些人问我 其实这些人 他们大体的也知道自己的一个方向 只不过是想多了解 多知道一个人的一个经历而已 然后我就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跟你们谈一谈找工作的一个方向吧 接下来所说的职业方向 主要是讲的跟隐私相关的 就影像专业相关的 和那些运营啊 推广的就没有关系 上期视频 我看到一些运营推广啊 他们说抖音现在是日活多少亿啊 然后多火多火啊 你现在不去做抖音什么什么怎么样啊 然后其实那些大部分是一些 推广跟运营说的话啊 真正的这些制作人员不会说 你抖音啊 这些快手日活多少多少 多少流量 有多少效果啊 然后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 不是的 我说的这是制作人员 包括一些编剧啊 编导 设计啊 剪辑后细这一块 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方向的一些人 首先这类制作人员 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去找一个隐私公司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的时候 去的也是一个隐私公司啊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 种种不幸啊 走上了自媒体这一条路 所以我对电影电视剧这一块 还是有很深的情节的 就一直也想去做电影电视剧这一块 但是现在实力不允许了 然后你们现在刚毕业 刚出来找工作 其实走这个方向是挺好的 我相信很多制作人员 一开始选择这个专业的目的 就是去冲着电影电视剧去学的 包括我也是啊 第二个方向呢 你们也可以试试广告行业 我个人其实对广告也挺有兴趣的 一般广告公司需求的是创业人员 他们广告公司出创业 然后跟一些导演啊 专门制作的一些公司合作 做一个广告片 所以广告公司招的偏创业 这一方面的人员 摄像后期啊 编导这一块要的反而比较少 还有个方向就是电视节目啊 就电视节目包括一些 纪录片啊 综艺片啊 真人秀这一块的 就是节目这一块 其实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不管是对编剧编导 摄像后期人员的需求都挺多的 很多电视台的节目呢 也不是他们电视台自己做的 他们也是外包给别人 其实有很多外包公司在做这方面的 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的就是一些网络渠道的 一些网络微电影啊 网络电影这一块 其实也需求量也不少的 你们也可以考虑 接下来就是自媒体了 从播放渠道来分的话 分为微信公众号 B站头条视频等等这些平台的 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 抖音短视频啊 快手威视这些小视频平台 虽然被短视频平台冲击了 但是微信公众号那些的视频内容 还是需求量还是不少的 你们也可以考虑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也比较成熟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制作人员其实对这一块的选择性 还是有不少的 所以不需要像推广运营那些人 所说的 抖音线日活多少多少亿 什么效果多好 然后实现的一个收益有多好 你们就要去做这一谈 其实不需要的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自己的一个定位去选择方向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要讨论一下 要不要去做抖音 快手威视这些小视频平台的内容 有个人评论其实挺好的 他说他是做抖音的 他说他忍受不了拍摄的时候尴尬 剪辑的时候也尴尬 确实现在这些短视频平台的内容 虽然上一些视频我没有具体说 那些短视频平台是一些地图内容 什么的 但是你们大概也知道是一些什么内容了 有些人说抖音现在日活多少多少亿了 然后他的视频内容肯定很多的波龙外向的 虽然有地图的 但是肯定有内容好的 质量好的内容 我这个无法反驳 虽然我承认肯定是有好的内容存在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见到过 所以我很希望去看见一些好的内容 所以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 如果你们知道有好的内容 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 然后他的一个现场执行也比较尴尬 因为他是一个大部分以15秒短片为主的 所以他就是这个现场执行 一个场面 他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场面 跟影视片广告片这些就没法比 所以就从现场拍摄来说也确实一个比较尴尬 所以如果你能忍受这个尴尬 然后对互联网也很有兴趣 你就想从事这一行 OK你们去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没法忍受这个尴尬的 但是我能忍受这个尴尬 我现在为了生活什么尴尬都能忍受 而且我对消除这个尴尬也有自己的一些套路 是我消除尴尬的方式就是 你把这个项目做好 做大做厉害了 你做成功了 自然而绝然就会有一些自信 虽然视频内容制作都很尴尬 但是你也会消除一些尴尬 我对互联网自媒体这一块也算是有点信心 所以我也不怕这个尴尬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能看到抖音的一个日活 他们也想在抖音上实现一个很好的发展 但是他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说的不是那些网红经济公司 主要说的是一些正常做内容的公司 就没有在抖音上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可能跟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定位也有关系 首先他们平台是给用户娱乐性的用户 他们的初心一开始不是为了让公司在平台上有什么发展 但是随着一个用户量的增加 这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短视频平台它还是得改变的 首先我对抖音快手威视这些平台的看法 肯定是我觉得他们是需要改变的 先说一下这些平台的用户人群 但是不全面只是片面的 我个人这边的片面 我一岁半的小子女她是看快手 我把快手删了之后她就去看火山小视频 然后我五岁的小子女她是去看抖音的 然后我妈妈那个级别她是去看快手 然后我现在是看抖音 然后我的同事北半同事她是抖音快手一起看 就我用抖音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手机上就充满了一些跳舞的内容 穿着小短裙扭屁股抖胸的一些跳舞的内容 有人可能会说我低俗 抖音是根据你的用户喜好来推荐视频内容给我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太片面了 我确实就喜欢看那些跳舞的一个视频内容 不单单是我喜欢看 应该大部分男人都喜欢看 甚至不单是男人 很多女的也喜欢看 你不能因为我们喜欢看人家一个扭屁股跳舞的一个视频 你就不停的推荐这个内容给我吧 我这个年纪看一看就算了 那还有很多中学生大学生 他们也看 他们看到一个扭屁股的视频之后 看15秒钟肯定不够 就会看下一个 看到下一个还是这种扭屁股跳舞的视频 然后就继续看 一看下去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 你看当不当务事 当务我一些是无所谓的 当务人家学生的一些时间 也不要说自己应该有个自制力 我们就是没有自制力 我们就是喜欢看这些内容 我们就是个正常的男人 我们肯定有需求这些 你不能因为我们有需求了 你们就不停的满足我们这个需求吧 我们的需求还有很多 你不可能所有的需求都满足吧 所以那些说抖音包罗万千 也有好多自制力的内容 然后也根据一个用户的体验推荐内容的 这些说法其实都立不住 其实平台的一个主流 一个大体的一些内容 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的 那些只是强势和着理而已 请了一些在短视频平台 看跳舞的扣一 看游戏的扣二 看其他的扣三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主 其实我所说的这些内容 大部分人都知道 也多清楚的 只是没人在网上说出来而已 希望抖音快手 威视这些平台 能对他们的内容做个优化 也对他们的推荐算法做个优化 OK我们下期再见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我的阳光视频 去扬眉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